忽略美费闹事,东盟三国见了王毅 南海问题提现了中国智慧 大家好,我是萧英华 不久前,美国向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发出了访问美国的邀请 但直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都没有收到一个确切的答复 中国之所以不会理会美国,让两国之间的交流如此艰难 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因为美国人一贯的言行不一 无论是近期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合法行动指手画脚 还是一条条遏制中国发展的禁令 都显示出了美国压根就没有和中国沟通的诚意 既然美国都摆出了如此无奈的姿态 那么我们自然也不会给他们面子 所以拜登政府邀请王毅为国转而定向访越的计划 试图让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成为第二个菲律宾之后 中国外长先行一步前往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柬埔寨这三个国家 为东盟提前打下了一剂预防针 解释前期南海局势为何动荡的原因 以及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在访问这三个国家的过程中 王毅外长重点强调了美国等与外势力 唯恐南海不乱 在中非之间不断挑动施费 针对这种行为 王毅表示 中国愿意与东盟各国成员共同努力 就南海行为规范进行协商 尽快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 具有十几亿的区域性规范 从上述这番话中 我们不难看出在南海问题上 中国的态度非常的鲜明 但背后还有一个问题 需要我们仔细思考一番 那就是美国对南海地区的局势 为何一条就能动呢 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 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东南亚那些在南海问题上 与我国有着领土纠纷的国家 综合实力当然都没有我们强 而南海局势又是错综复杂 他们害怕和中国进行一对一的谈判 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 美国只要下场了 他们就会借力与中国对抗 其次美国也想用南海问题来打压中国 所以双方才会一赔即合 好在东盟这些成员国中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想跟着美国走 这要为什么东盟三国会忽略美肺闹事 主动会见了网易 并就南海行为规范和中方进行了协商 只要中国与东盟成功在南海建立了和平机制 那美国这种与外势力 无论如何鼓动菲律宾来挑衅中国 都影响不了南海地区的大局 这次我国外长出访东盟三国 反映了中国人的智慧 能够对南海驻国菲尔制止 稳住局势 同时我们下一步 还应对美国采取强硬的手段 在军事上迫使美国退出南海 只有切断了域外势力 对南海地区军事干涉的可能 无论是菲律宾也好 还是越南也好 一旦失去了外援 这些国家自然会软下来 南海局势才会长治久安和平安静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